今天要介绍一出在中国大陆被誉为神剧的作品《驴得水》 它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30年代 一间严重缺水又经费不足的偏乡小学 学校竟然把养了用来打水的驴子 谎报为一名不存在的英文老师 跟教育部诈骗薪水 由此引发了一连串极为荒谬的闹剧 编剧说这出剧乍看眼的是政治 其实真正刻画的是人性 透过喜剧的手法 省思道德沦丧的底线 巡演毕竟千场在大陆被封为神剧 驴得水的故事就从一间缺水又缺钱的 偏乡小学开始说起 我们可以让驴得水去配种增加我们的收入啊 配种还怎么给我们打水啊 配种就不能打水吗 配种费体力 配种为什么体力 闭嘴吧你 我为什么闭嘴 你配种是不费体力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那点失利我还不知道 我们在电台做访问的时候 听说了一个年轻人之教的那么一个小故事 就是在那个地方因为缺水需要驴 然后又没有钱拿一个驴的 虚报了一个老师的名额领空想 就这么一件小事 学校养驴不只是用来打水 还将其谎报为英语老师和国家识报形象 乍看之下两全其美的安排 一切就从视察特派员的到来 开始荒腔走板 校长带着老师一起偷翻特派语人的提代 不说还召来铁匠假冒英语老师 展开一连串的闹剧 因为道德是人定的 人是可以商量的 他可以自己跟自己商量 那么除了信仰之外的底线 其实是守不住的 就好像剧里的这些人 他们都是 我们看来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人 非常有文化的 而且是非常有崇高的理想的人 但是他们到最后都没有守住他们的底线 剧情有如薄洋葱般 一层比一层还要辛辣 一连串的笑梗中 吕德水乍看演的是政治 其实刻画的是人性的贪婪与丑陋